湖山為何會在觀塘看寧道球場裏 去搞這次搶孤比賽呢 還有搞這次比賽與潮汕舉行的搶孤 有沒有很大的差別呢 其實搶孤這件事在潮汕潮汕地區來講 是一個慈善制頻的活動來的 原本就是完成之後就開始進行搶孤的活動 基於這次我們第一次去搞 我們要考慮到場地是否足夠 另外我們要跟漁蘭組織談一談 別人能不能夠配合我們這次初次活動 經過我們多次有談過 觀塘地理形勢就能配合到的 但如果對時間那方面就可能未必那麼配合 因為又要顧及他們現在派米的活動 因為第三天派米加上我們搶孤的話 因為我們第一次去搞 可能經驗不太豐富了 就擔心未必會應付得到 所以就選了中間那一天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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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